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灯火辉煌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落定 站在人群中的卓琳热泪盈眶 因为一手促成这一切的那个人 永远也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幕了 香港回归香港回归祖国日 家计无望告邓宫 热烈的掌声响车大厅 数万万国人隔空向邓小平 传达着感激与怀念 这位老人直到临终之际 依旧心系祖国 始终不忘革命精神 可是他请夫人卓琳 写给江泽民的信中所交代的四点嘱托 却并未能完全如老人所愿那样执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邓小平在信中究竟交代了些什么 邓小平艰难留学 投身革命1920年秋 海面上寒风凛冽 一群面孔稚嫩的学子 带着对知识的渴求 与对明日的美好憧憬 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邓小平涌动的海浪 在风的裹鞋下 平添了几丝凶狠 不断地翻涌 似乎预示着将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伴随这群学子的归来而被掀起 让这个腐朽的国家彻底改天换日 这样的场景 陆续在这个纷乱的年月上演 无数知识青年前赴后继 希望能够从彼岸寻得救国之道 这一次 年仅16岁的邓小平 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他四又勤奋好学 作为家中长子 被父母寄予了厚望 就连这一次留学 也是父亲极力促成的 尽管担忧 可或许是为了望子成龙 也或许只是想着 让长子学些本事好安身立命 家人只能强忍忧虑 目送少年人离去 毕竟父母之爱子 则为知己深远 尤其在这样山河破碎 人如扶贫的乱世 没有点能耐 要如何立足呢 复法留学期间的生活 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学杂费 以及生活费昂贵 后期又缺乏 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 仅仅在诺曼底区巴耶中学 就读五个多月的邓小平 就陷入了求学困境 即使父亲变卖家产 也无事余补 最终他只能与一同入校的 一百多名同胞 一起离开了学校 为了能够继续在法国 生存并求学 邓小平开始和同胞 辗转多个工厂工作 他做过扎钢工 做过扇子与纸花 也做过制邪工 工作辛苦 却连肚子都无法填饱 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 深刻体会到了工人的艰辛 以及资本家的冷血 也是在这期间 他与同样旅欧的 进步青年交往日益密切 这也让邓小平 开始接触到了 共产主义思想 不久后 他加入了旅欧共青团 逐步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4年7月 邓小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中共旅欧支部表现出色 多次参与组织当地华人 开展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 以此声援国内武萨反帝运动 引起了法国警方的关注 1926年初 在法国警方想要抓捕邓小平的前夕 他和其他十几名战友 一同辗转离开法国 踏上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求学之路 开始系统学习共产主义思想 张希怨也就是在这里 他结识了自己的革命伴侣张希怨 可是两人的缘分太浅 结婚才一年多 妻子就因难产而亡 甚至刚刚落地的孩子 也在不久后夭折 由于军情紧急 邓小平甚至没能 亲手安葬王妻和孩子 难以言喻的苦闷一直萦绕在心头 而这样的不幸与别离 他并非第一次遇到 就在邓小平留学期间 他的母亲病逝 身为长子 邓小平却无法回家奔丧 多年后父亲去世 刚刚结束长征奔波的邓小平 同样无法回乡尽孝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在这样的年月里 有很多人这一分别 就是一辈子 邓小平年少离家 从外出求学开始 就再也没有踏上过家乡的土地 即使早已将终身托付革命 可心中的遗憾 恐怕依旧难以排解 邓小平艰难的留学时光 铸就了邓小平坚定的革命意志 多次深入工厂的劳动生涯 也令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了 对当前拥有 数万万普通工农群众的华夏而言 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 所以即使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 历经起伏 他也始终不改初心 坚定地在革命道路上前行 一身坎坷 始至不改1927年春 邓小平离开苏联回到国内 立刻接受组织派遣 进入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 他开始辗转上海 广西 江西等地继续革命工作 先后与战友领导百色 龙舟起义 建立中国工农红军 第七军 第八军 对于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这一次的人生起伏 对于他个人乃至新生的 中国共产党来说 都是意义非凡的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方针以及政策上的问题 在危机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 此后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 邓小平积极推动建设 经济域边区抗日根据地 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后来更是担负其领导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担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期间 以邓小平与刘伯承为首的刘邓大军 在定逃击溃四倍之敌 血战大阳湖时 无天歼灭四个旅的敌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解中共陕北之威 可谓是战功赫赫 经历过血色战场的洗礼 邓小平的身上更添几分速杀之色 这位从风火中走出的革命家 做事柔中戴刚坚守原则 行动言语间颇为果决刚毅 十分敢想敢做 这也促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建设事业中 留下了极为绚烂的一笔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他从根本上赋予了改革与开放 更加深刻的内涵 推动了这一历史决策的落实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奠定了良好基调 加快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 邓小平在香港、澳门以及台湾问题上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 为祖国和平事业立下不朽功绩 事实上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期间 许多的经历 更是造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气度 在身居庙堂至高多年后 难得将自己从繁杂的公务中抽离 这令他对中国社会国情 有了极为清晰与冷静的思考 因而在祖国需要之时 这位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 再度出山 如同定海神针一般 有条不紊地拉开中国快速发展的序幕 邓小平直到一切走上正轨 他又急流勇退 只是默默关心着新中国的发展 当不安与争议再度降临 他撑着饱受病痛折磨的身躯 启程南巡发表讲话 给各地政府工作人员赤下定心丸 可以说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老人心中想的 依旧不是自己 他惦念着那个小渔村迅速腾飞的模样 畅想着自己能够亲眼见证 那曾经备受欺压的东方明珠之回归甚景 可是这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这位伟人没能抓住1997年春节的尾巴 他带着遗憾就这么离开了自己未知奋斗一生的地方 与世长辞 归于大海一切 其实早有征兆了 这位替中国操劳一辈子的老人 没能享受几天寒衣弄孙的清闲生活 身体的警报就率先响起了 邓小平在1996年12月底的一天 刚刚清醒的邓小平 感觉呼吸困难 他无法如同往常一样阅读散步 就连起床都已经有些困难 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他指挥了 家人只好把他送到了医院 而这一走 他再也没能回家 在医院里 邓小平数次垂危 又一次次挺过死神的镰刀 直到2月19日晚上 他终究是没能挺过来 走廊灯光昏暗 似乎也不忍映照那一张张满是泪痕的脸 卓琳带着一家人来和他告别 也向丈夫述说 自己并没有忘了他的嘱托 四天前 随着邓小平病情的不断恶化 卓琳含泪按照他之前的交代 写了封信转交给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 但小平与卓琳那上面没有长篇大论 只有简单的几句叮嘱 要求在小平同志离开后 不弄遗体告别仪式 也不要设置灵堂 遗体火化 将骨灰洒入大海 20日清晨 北京天安门前人头攒动 无数人冒着寒风等待着 如往常一样升起国旗 可是却有人注意到了 行走的军人们脸上 有些异样的神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小亮的国歌响起 将骑手的声音衬托得更显阴雅 红色的旗帜迎风深入旗杆顶端 刚准备涌动的人群 在此时听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声 将半旗 紧接着高高飘扬的国旗 缓缓降下一半 无言的悲伤在人群中弥漫开来 他们知道 又一颗属于新中国的旗明星 陨落了 悼念邓小平同志一时之间 哀嚎声响彻九州大地 电视广播以及报纸上 全是一片哀悼之声 人们的脸上全是悲戏之色 就连年幼孩童懵懂的脸上 都因父母与亲友的伤怀 染上了几分莫名的低落之色 尽管老人生前有遗愿 不希望设灵堂 别搞一批告别仪式 可是这样一位 对新中国的建立 以及发展做出伟大贡献的人 党和人民如何愿意 就这样送他离去呢 2月24日上午 庄严肃目的告别仪式 在301医院举行 一片黑白胶织的底色 诉说了无尽的哀思 邓小平试试深盖国旗的邓小平 安详地躺在鲜花与长青松柏之间 各位领导人 及社会团体代表 各界友好人士 国际友人纷纷上前鞠躬 并献上花圈 卓琳亮呛着在儿女的搀扶下 不舍得看了那熟悉的面容最后一眼 灵车缓缓向着八宝山革命公墓驶去 平日里热闹的长街上 尽管人群聚集 却是一派肃静 人们的目光随着灵车的方向移动着 久久不舍地移开 灰暗的天空为这一特殊的日子 更添了些许沉郁之感 次日 邓小平追悼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哀乐响彻整个大厅 江泽民含泪向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致以最高敬意 群众送别邓小平3月2日上午 明亮的天际 一架砖机划破云端 飞向蔚蓝的大海 在这里人们将送这位老人最后一程 着陵颤抖地慢慢捧起邓小平的骨灰 洒入大海 骨灰随风而落 如然来时那样纯粹而坦然 邓小平的革命事业始于大海 从那次艰难的远渡重洋开始 他的人生竟染上了火红的颜色 这热烈的色彩一直伴随着他整个生命 直到今天 他的生命归于大海 那抹在海岸升起的红色 也跟随他一同 融入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中 如今 邓公已离开我们快30年了 可是他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却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这些凝结了众多革命先辈的智慧结晶 世建国74年间 华夏腾飞的关键所在 需要后人不断继承与发展 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告诉我们 一个人生命的宽度 从来不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我们当然希望众多革命先辈 能够享有更为悠长的生命 能够亲眼看看 这未知抛洒热血的地方 未来是何等繁盛模样 可那些如同流星一样 划过革命非夜的短暂革命火炬 也同样值得我们缅怀与崇敬 祖国不会忘记任何一个 为这篇热土拼搏与奋斗过的生命 参考文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时百科全书二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揭秘邓小平 的临终时刻和深厚知识三 平民邓小平四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邓小平逝世的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